1978年 一位科学家不幸被一束射线击中头部 高能粒子接近光速击穿了他的大脑 瞬间产生了数万倍与人体承受极限的辐射 他在这一瞬间受到的辐射总量达到了20万轮轻 这比我们之前介绍的日本GCO核式故隆 全身溃烂溶解死亡的大内疚所受到的辐射总量 还要高出150倍到200倍 就在这位科学家认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 他竟然奇迹般的幸存了下来 而且被粒子击中的半边脸 居然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 仿佛被动了一样 再也没有老化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起 被称为一个人的切尔诺贝利的 苏联U70核式故 1967年 苏联在普罗特维诺高能物理研究所 建造了一个大型粒子加速器U70 在这样的仪器里 研究人员可以把质子加速到接近光速 然后去轰击另一个质子 这样产生的绝大能量 有时甚至可以产生一个微型黑洞 科学家们用这个仪器研究物质的特性 探究地球乃至宇宙的物理规律 然而有关U70最著名的却不是任何科学发现 而是1978年发生的那起离奇的核事故 1978年7月13号 苏联物理学家阿纳托里照常在研究所工作 他作为苏联顶尖的科学家之一 常年用U70粒子加速器做实验 可是这一天巨大的加速器设备发生了点小故障 于是阿纳托里打电话给操作员 说自己正准备进入实验室大厅查看 大概5分钟就会到达 之所以要通知操作员 是因为进入U70实验大厅本身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操作员正在进行实验 质子光束开启的情况下 实验大厅里经过能量加速的质子 会携带巨大的辐射 通过实验通道到达各个探测器 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人在那里面 一旦质子光束通过人体 那后果可想而知 所以提前打电话给操作员 操作员就会关闭光束 让人可以正常进去检修 不知道是不是命运开的玩笑 尤其林这么危险的设备 强制门锁和安全警示灯这两道保险 在这一天竟然都失效了 本来应该在实验中无法打开的门 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上锁 而上方的警示灯也恰好刚刚被烧坏了 等到阿纳托利走到实验大厅的时候 他看到代表实验中的警示灯并没有亮起 推后推门可以推开 阿纳托利心想 看来操作员已经关闭了光束 于是他走到发生故障的部位 探头进去准备检修 此时他的头就正好在质子光束的通道上 据阿纳托利后来回忆说 他刚把头伸进去就看到一道强烈的亮光 那道亮光比他此生任何时候看到的都要刺眼 堪比一千个太阳那么亮 随后 阿纳托利立刻意识到一个恐怖的事实 他被一束接近光束运动的粒子击中了 这束质子贯穿了阿纳托利的大脑 从后脑勺穿进大脑枕叶和孽叶又穿过了左侧中耳 从鼻子的左边射出来 由于粒子速度太快 阿纳托利被击穿用时几乎是可以忽略的 他完全没有感觉到疼痛 如果不是强光让他的眼睛短暂失明了 他根本不会发现异样 但即便是如此 阿纳托利也瞬间受到了20万到30万轮轻的辐射计量 这是什么概念呢 人一次性受到4000毫系伏的辐射就会致死 而4000毫系伏换算下来就相当于400轮轻 也就是说阿纳托利在那一瞬间受到了人体致死量的500到750倍辐射 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受到辐射后全身溃烂而死的大内疚 所收到的辐射总量也不过是这个数值的150分之一 作为物理学的阿纳托利自然明白 自己恐怕是神仙难救了 可是它并没有生长 短暂调整之后他依然坚持检修了仪器 并且像往常一样工作生活 直到两天之后大家发现阿纳托利的整个头部肿了起来 他的皮肤开始脱落 被质子光束贯穿的进出口 鼻子左侧开始溃烂 后脑勺脱发甚至露出了圣人的脑组织 这时候他的同事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于是立刻送他去了位于莫斯科的专业医院 经过检查 阿纳托利的大脑里留下了一个23毫米的高能粒子数贯穿通道 入口的后脑勺处受到了大约20万轮轻的辐射 进入头部之后由于出现散射 辐射量在鼻子左侧的出口处达到了30万轮轻 医院对阿纳托利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救治 虽然这基本是微乎其微的 随后他被转入了专门的病房进行隔离观察 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 一个人经过这么大的剂量辐射之后 身体的DNA就会被彻底打碎 因此人体也就没法分裂细胞了 那么人就会像大内疚一样 皮肤脱落 极度贫血 呕吐腹泻 便血等等 总之就是整个人的细胞只有死亡 没有新生了 人会在极度痛苦中慢慢溶解直到死去 最开始 阿纳托利的确出现了典型的辐射病症 除了前面所说的肿胀 脱皮和脱发 他离粒子树轰击最近的左耳彻离失聪了 取而代之的是挥之不去的耳鸣 不久之后 阿纳托利的左脸也完全瘫痪 还出现了恶心呕吐 头晕头痛的症状 正当大家以为他的情况会进一步恶化的时候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阿纳托利脸上脱落的皮肤竟然重新长了起来 又过了几天 他呕吐腹泻的情况竟然也逆转了 头脸部的肿胀也渐渐恢复 一段时间之后 除了左耳鸣和左脸面瘫之外 他几乎完全痊愈了 在那之后 阿纳托利甚至读完他的博士学位 之后还回到了先前的研究所继续工作 这场堪比一个人的切尔诺比利的辐射事故 似乎既没有伤到他的智商 也没有影响到他学识和判断力 事故发生46年后的今天 阿纳托利依然健在 老爷子如今已经82岁了 不过 这起严重的辐射事故 还是给阿纳托利带来了终身的疾病 从那之后 他偶尔会发生 严重的复杂性部分性癫痫和强制痙攣性癫痫 这可能是由于大脑的部分损伤造成的 但无论如何 在严重辐射事故下幸存 阿纳托利已经可以说是绝世豪运了 但问题在于 这个怎么看都必死无疑的辐射伎量 阿纳托利是怎么承受下来的呢 有科学家认为 阿纳托利之所以没有死亡 是因为质组光束经过他身体的时间极其短暂 是被光束打脸 在现代医疗中 医院经常使用放射性疗法 为癌症患者杀死癌细胞 其实放疗也就相当于一种质子攻击 质子射线进入人体之后 会在某个位置出现辐射残留 可以理解为一种辐射峰值 所以根据癌细胞的位置和特性 医院调整放疗射线的辐射剂量 让辐射峰值尽可能地出现在癌变的部位 这样就能针对性地 破坏癌细胞的DNA 达到治疗癌症的效果 而阿纳托利的事故中 由于射线经过他的时间太短了 质子很可能没有来得及 在他身体的任何部位出现辐射峰值 这就是为什么 阿纳托利最终只受到了30万轮禽的辐射 这比实验室质子光束的实际辐射量 要小得多得多 但是这不能解释阿纳托利的幸存奇迹 不管怎么说 30万轮禽是实打实检测出来的 人体怎么能承受这么巨大的辐射呢 还记得我们之前介绍的日本JCO和事故吗 在事后的研究中 科医家认为那起事故的受害人大内疚 很可能直到最后都还有大脑意识 这是因为人的脑细胞有着超长的寿命 成熟之后几乎不需要分类更新 如果真是这样 那辐射对于大脑的伤害可能本身就非常小 因为脑细胞不用替换了 这意味着DNA被击碎了也问题不大 反正一批脑细胞就会用到死 不过这都是我的个人猜测 完全不负责任 大家千万不要去狂做脑CT验证 阿纳托利的奇迹至今都没有定论 后来有研究认为 阿纳托利的幸运其实在于 它受到的辐射是射线带来的电离辐射 这和大内九受到的核物质辐射不同 电离辐射很可能对人体DNA的破坏力要小得多 这个说法虽然目前也没有得到验证 但让我想起了另一个类似的案例 1982年 苏联给越南赠送了两台实验型微型粒子加速器 虽然没有U7-0那么险近 不过给科技尚在进步的越南来说也是大理了 1992年 一位叫陈德施的越南核科学家 在用这个加速器进行实验的时候 双手伸进去调整矿石样品的位置 但他的同事误以为他已经离开了房间 于是粗心地打开了机器 陈德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双手暴露在辐射光束下足足四分钟 结果他的手部组织严重坏死 最终截止了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 还患上了慢性僵硬和放射性纤维化 但是除此之外 这位陈施德老先生也没有其他病症 在1994年 他还顺利地返回了原来的实验室工作 这老爷子现在也还在世 今年74-5岁了 阿纳托利和陈施德老先生都是不幸且幸运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频道的观众 也别总说自己身体怎么能不好 活不到退休了 看看人家 几万倍的致死量辐射都没有事 还个个带病活到七八十岁身体倍棒 奇迹还是有的 它存在于我们还没搞清楚原理之前 感谢观看